蔡清德他曾經副總統的身份去訪問巴拉圭 然後訪問巴拉圭的時候 中間過進美國紐約跟舊金山 那8月12號才去 可是在7月底左右就傳出這些風聲了 當時都被民進黨所謂的國安人士指控說是國民黨洩密 事實上這從頭到尾都是民進黨自己人洩密的 揭露給大家這個公文 發文日期是中華民國112年的7月21號 發函給外交部駐美代表處駐舊金山辦事處等等的 還有一些這個僑教中心等等 7月21號的時候賴清德的行程就已經因為 僑委會他們發的公文已經外界的人都知道了 事實上是這份公文就洩漏啦 我今天在質詢徐家欣的時候我就拿這個公文問他 他跟我說 確實有這份公文 或是後來這個行程取消了 講到這就很氣你知道嗎 那8月1號 秦日欣遭指控散布賴清德過進華府的新聞 國民黨嚴正駁斥 拼命是你們家自己人去洩漏了國家機密 引發美國震怒 然後國安高層竟然把問題推給秦日欣大使 你的公文就是在7月21號就發出去了啊 那7月21號的時候 民進黨自己的僑委會政府部門發了一個份公文出去 然後讓所有人都知道了賴清德的行程之後 你不去譴責你的源頭 你去保護這個源頭 你把這個問題來推給國民黨啊 國民黨真的是背鍋俠欸